授权成功 应减少饮酒 适量运动 嗯 你啊说得对 帕尔大叔要注意身体啊 我 我会注意的 走吧 我们去别的地方看看 我带你去认识一下芬妮姐姐 芬妮姐姐 沙利小妹 怎么 有事找我 我带了新朋友来给你认识 你好 欢迎欢迎 我去收了你的事 怎么样 身体没有大碍吧 放心放心 哥哥已经帮他更换了一支气的能量池 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啊 我都忘了给你介绍了 这是芬妮姐姐 虽然只比我打了两天 她是我们这里最厉害的厨师 有机会 你可得好好尝尝她的手艺 没问题 想吃什么我都可以做给你们 不过 要等折月门修好 我才能到班级斯岗采购新鲜的食材呢 不过是修理折月门而已嘛 我们两个正能做好 快跟我来 不过修门这件事可别让哥哥知道 记录 本月避难所发送意外事件共鸡八起 其中与沙利有关的供 你呀 不要什么事都跟别人讲嘛 就是这里 我们的折月门 我也不太清楚 听帕尔大叔说 似乎是利用原能把要传送的东西完全分解 然后在很远的地方重组起来 那一个人被分解和重组之后 还算是原来的自己吗 嗯 这个 永之我已经用过好几次了 现在不是好好的吗 可是 这个该怎么修呢 只是能量转换器的滤星坏掉而已 把备用能换上就搞定了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帕尔大叔交过我的 我先检查一下运行程序 拜托你 帮忙搬个新的绿星过来吧 就在那边 备用绿星就在那边的小屋子里 看到了吗 只需要把备用绿星放进装置里面就好了 当然 如果你够准的话 也可以直接扔进来 我就经常这么干 然后被哥哥教训 哎 帮我把绿星推进去 里面好像卡住了 啊 成功了 轻松打定 下面只要测试一下 它能不能装使用就好了 测试要怎么进行呢 当然是亲自进去试试了 不过折越门的使用是有限制的 只能在已经被你激活的折越门之间进行传送 但现在 你只有这一处折越门的权限 所以测试交给我来就好 还是 别冒险了吧 我总觉得 放心 不会有问题的 我马上就回来 一切运行正常 我已经到了奔迪斯卡 啊 这次这怎么会在这里 啊 别跟着我 别救命啊 我最讨厌仇子了 检查到别的单位 传杀武器数据 准备再上 糟口 别打过我 紧急 检查到强烈的敌对能量反应 别打过 糟口 怎么没动静了 你没事吧 快告诉我 我不敢回头看 那些怪物呢 你把他们赶走了吗 没事了 沙利 都已经解决了 你 你没受伤吧 记录 本月避难所发送意外事件 共计九起 对不起 我 我只是看虫子而已 你怎么会招惹上那东西呢 折越门的定位系统好像出了问题 我被丢到了班基斯的海滩上 结果就遇到那些怪物 真倒霉 不过定位系统的结构太复杂了 好像连帕尔大叔也搞不定呢 我们可以求助胡兰 胡 弗兰茨先生 对啊 我怎么没想到呢 他肯定有办法 是海家得来的弗兰茨先生 他懂得可多了 走吧 我们去找他帮忙 警报 折越门仍处于不障状态 无法正常使用 米娅应该留下提醒大家 还是你想得周到 那就拜托你了 米娅 小心点 别让哥哥知道我们偷偷跑出去 你要找的人在必难所外面 不是很远了 快跟上 你看到那块大石头了吗 就是来西对面的那个 我看到了 可那块石头看起来 怎么像是薛影 听哥哥说 那是一处救联邦时期一技的入口 因为设置了你胎系统的伪装 所以看起来才会像个大石头 一技 那里面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 哥哥他从不让我靠近那里 说呆西会有危险 但我猜 那里面的东西一定非常珍贵 海家德可是专专派了 弗兰子行事来调查这件事呢 做好准备哦 我们要打河的内边去 外面还是挺危险的 咱们可得注意别走散了 弗兰子先生 咦 这不是小沙力吗 怎么 夏总同意放你到外边来了 哥哥正忙着呢 所以我只能来找你了 有事要请你帮忙 折月门的定位系统出了问题 但我们这里好像只有你才会修 啊 小问题 我回去的时候会顺少搞定的 难道不能现在就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吗 呃 可是这台解构机出了部长 我还要 解构机 就是可以破除你太伪装的东西 是啊 不过这台老古董 竟然在最要紧的关头罢工啊 这个东西修起来很麻烦吗 只是短路而已 但里面有些元件被烧坏了 需要花些时间处理 可是 芬妮姐姐急着去班级斯呢 避难所里的储备食材 已经不太够了 唉 好吧 那我先回去把折月门修好 这边只能晚些再处理了 你们乖乖待在这儿 可别给我惹麻烦 放心吧 我很乖的 嗯 这台机器 我说不定有办法 莎莉 你不会是想 你也对这遗迹里的东西很好奇吧 我们把这台解构机修好 不就可以进去一台究竟了 这台解构机 是班级斯重工生产的古董型号 原理并不复杂 我应该能搞定 哦 虽然还没仔细检查过 不过看样子 把城市电源被烧坏掉了 那我呢 我需要做什么 去一趟新岛园的塔吧 那里有一台小游民机器人 我们可以问他叫到备用的电源 那个小东西跟我的交际还不错 他肯定愿意帮忙 不过 远离避难所的地方可是很危险的 而且免不了要爬山涉水 那 送你一只喷气背包 可以防便赶路 如果遇到危险 我们也能赶快逃过来 不过 使用的时候可要小心点 喷气背包 可以帮你轻松越过一些崎岖的地形 试试看吧 啊 那座高塔就是原能塔 周围是月果帮的地盘 要小心点哦 有好东西吗 周围登城 快 什么剪 我们到了 这就是圆灯塔 那台机器人在圆灯塔上面 之前跟帕尔大叔来的时候 我们是乘电梯上去的 我还差点从上面掉下来呢 帕尔大你来过这里 不过从那之后 哥哥就不让我跟着来了 帕尔大叔肯定能哥哥说了我的话话 帕尔来这里做什么 这座塔有什么特殊的用途吗 当然是为了补充圆能能量池呀 避难所里很多设备 都需要靠圆能维持运行 我们自己能搜集到的圆能补给 是远远不够的 所以帕尔大叔要定期到塔上 给那些已经耗光的能量池重新成能 唉 如果那些能量 能直接送进避难所里就好了 那你刚才说的 小游民机器人又是做什么的 他一直待在塔上吗 当然了 他可是这座圆能塔的管理员 这里储备的圆能 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取用的 海家都有很严格的规定 帕尔大叔每次来 也只能取用固定的配额 走吧 我带你上去见见那个小东西 谢谢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